我是戎十三姨 盲城风云人 我今年37岁 我就是那个最适合生活在 时尚圈名利场的戎美人 我是这个酒店的门童 跟白门童一起 是这个招待所的门面当代 我自认为我在这个 生物学的领域来说 是非常有天赋的 因为白门童呢 他是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 但是呢 我还是相信 凭我自己的内在的 有趣的灵魂 可能还是能碰到一个王子 所以傻参谋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 和平的年代 我们会可以手牵着手 走在有阳光的大道上 你咋不回应呢 刚才 你觉得回不去了 我还是为了救你 我才想杀他 对不起 新手凶手 好 哎 哎 哎 荣护士 哦 荣紫霞 荣温 原来我已经路过这么多期了 我只能说很厉害 感觉像看了好几部电影呢 视频里总共出现了几次 我做凶手的镜头 我刚才特意数了一下 啊 真的 你知道吗 你想想 哦 紫霞 荣温 荣生物 荣护士 荣门童 好像还有一次 啊 啊 啊 没有了吧 没有了吧 你数了六次 你数了六次 哦 荣大小姐 哦对 荣大小姐 那个恐怖童谣 哦 那我们就是六次 六次 回答正确 哇 棒棒的 好 下一题 穿粉色外套的容貌 好 说自己能靠什么遇到一位王子 就是那个整形医院的 嗯 好像说我说的是 有趣的灵魂之类的 好 那就我们也没办法了 那就我也有趣的 没答 确认 靠自己内在有趣的灵魂 但是呢 我还是相信 苹果自己的内在的 有趣的灵魂 可能还是能碰到一个王子 回不去了 那句台词出现 82年 82年 我刚才还重复了 哇 82年 这么快 刚才 厉害 厉害 我觉得真的厉害 谁是熔门童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白门童 白门童 权利 哇 爱能不能有点难度 哈哈哈